分配到各地了 台南市在记者会中宣布 分配到了1.3万剂疫苗 会先播出1300剂 给前线的警销人员优先施打 不过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卫生局会主动派人前往 帮警销人员打疫苗 我们公布发1300剂 给我们参与防疫的警销人员 新一批AZ疫苗27号发放各县市 而台南分配到13000剂疫苗 除了医护人员 同时也宣布让警销人员 优先施打 台南分配到的这些疫苗 其中1300剂会拨给警销人员施打 不过由于辖区内警察 大约有4000多人 消防人员则是1500多人 两者相加超过5000人 至于这1300剂如何分配 将会依据内外请分类给地线人员施打 由于警销人员经常出入各大危险场域 包括私下违规营业的八大场所 或是取缔没戴口罩的民众 尝试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 因此台南市政府特别安排施打疫苗 不会让他们到医院跟卫生所 因为又造成群聚的效应 我们会让他们分区 由我们前往施打 面对看不见的病毒 员经每一次出勤都是风险 这些能够优先施打疫苗 也算是多一份保障 接下来黄夫奇谈谈报道